刚刚说了长荣航空 惊心跟汉磊 可可大家请上来了 可可大家都一直提醒这三党 可能会有点点压力了 超多要多注意 那么接下来长荣呢 好 我想长荣就开始进入 非常关键的转折 本身在这边因为疫情的反反复复 会让资金进入货柜山雄 那这个价位各位一定要把它牢记 因为这个价位就变成说 上天堂跟下地狱的一个关键点 所以这个地方 他是决定他未来是走相行 还是重回到上升轨道 股票的运行都已经有三个阶段 我先讲 我们来个白板画 我们来个白板 可可大哥每上前线必画白板 股票的运行 不管怎么走都已经有三个阶段 如果是在一个高档挽回修正的时候 它是一个下降轨道的走势 当来到第一档的时候 他一定进入盘整的格局 然后最后一个 他一定走回所谓的上升轨道 多方架构 您说多数股票都会走这样 是 几乎每档股票都已经这样 那我问您 如果走成这样下降轨道 您教过这边是要卖 这边是要买的 是 没错吧 因为你这边不卖 我告诉你 接下来就没有更好的卖点了 那这个地方很简单 一样相行坐 来来回回坐 这边买 这边卖 可是来到这个地方 上升轨道是最漂亮的 你就一直抱到往上 基本上这边是买 这边可以短线卖一下 但是趋势往上就要开始走 而现在138.5的长龙 它就是在这个地方 哪个地方 在这个转折点 它将来要从这样子 还是这样子的关键转折 所以那个价位你要记得 这么赞 待会我从K线上跟你讲 这个阶段 要进入这个阶段 138.5 非常重要 好来 清掉这2603 好来 2603长龙 各位看 我们如果要抓一个图形 它是不是能够突破 它的盘整格局 就是以前坡最大的压力点 为主轴 这个点就叫138.5 所以各位如果说 长龙今天如果说 从过去的下降轨道 一直走到盘整格局 要再走上升轨道 这边一个标准 它这个点一定要破 如果不破 它又可能再重回这边震荡 但是破了 这就是上升轨道 要过了 对 要过 要过了就上升轨道 你就沿着 你就沿着5日均线操作就可以了 那2603知道 再追下一等 南亚科 南亚科本身它是低论 因为原宇宙 它的这个所谓的 原宇宙造成了 记忆体的一个所谓的 变成一个金刚护体的一个产业 然后呢 那因为美光领涨 趋势领先指标 我们如果看南亚科 我们请老婆看一下 K线南亚科 你可以看到南亚科 是不是在走一个上升轨道 是 但是它凭什么要涨 原来它凭什么要涨 它涨未来产品的应用 好 你看美光的K线 你今天做某一些 关联性非常大的股票 你一定要盯着国外 跟它等据的股票 就说我今天如果美光 关联性高的公司 我今天如果美光一直涨 那我的南亚科会怎么样 它就会一直涨 请问美光为什么这么研判 那是因为美光是南亚科的大科 对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它的业绩很好 当然单子就会下给南亚科 制造代工那些晶片 记忆体晶片 是 所以只要是你看到 它的上游的股票在那边一直涨 那它的股票就一直涨 你就跟着一直报 然后我们从南亚科的K线 来跟各位做解释 如果说美光继续涨 你就一直报 你都不要卖 它会去挑战这些高点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美光一转弱 那相对高点 你要不要调节 不是要调节 所以你操作这种股票 你要以美光的趋势为主 来进行这种股票的应对操作 因此美光如果继续靠近历史性高 那么这边对过来的平台区 大概83块左右会过 是 它甚至会往前面挑战 都有可能 所以你要看美光 这边是105人 对 你一定要看美光 美光只要敢过历史高 它就会往那个地方跑 真的 好 我们再来看最后一档 连电 同样连电 它是半导体的主流 其实这一档股票 是真的我的最爱 为什么 我从四块就看它一直涨 它是启动新调价的一个所谓 调涨价格的一个8%到12% 可是重点是 它跟美光 连电跟美光和解之后 反而美光变成它大客户 在12寸的部分 这张字卡其实很有意思 当时连电在这边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我跟你讲说可以来回一直做 到这边卖出之后 如果回来这景线的时候 请问你要不要站在买方 要啊 其实它真的是标准图 然后突破之后追高这地方 全市场看好 跟大家讲一定要站在卖方 再回来这边做 所谓的三角收敛震荡 这边全部都是买点 全部都买点 然后接着突破之后 它就在这箱形格局做震荡 好 现在在这个位置 请问这边会不会过高 联电的ADR我跟你讲 我早上就知道联电会大涨 因为联电ADR大涨 而且12.68美元过了这个的高 帮我跑一下 这边的时间是9月初 这边的高点是这样 它过了 所以它过了 那联电这个高点就该过 我举个例子 是不是啦 对 完全正确 这个地方叫做72块 你不管把它当作胖手指 或是你把它当作仙人子路 它只是告诉你 其实联电它的股价 已经要过72块了 那如果回到我们刚才那张字卡 看联电的K线 ADR要过高了 对 那我们看联电K线是66块7 其实这个地方 它早晚要过 因为联电ADR已经过了 是不是在这了 只是提醒大家说 今天重回到我们那张六张字卡 你会发觉非常有意思 这里面每一个技术面 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指标 跟挑战的意义 你要学这里面 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好 但是呢 帮我修一下 现在还在新贵 下礼拜一才会上贵的立基店 同样的问题 刚刚问建成 不知道回国大哥 您的见解如何 立基店现在新贵6770 79块4 人家就说了 因为它一样做车用晶片成熟制成 都一样跟联电太像了 可是这个联电2303 前三季加总 赚的是比它还来得多 那你认同我买 如果因为我没有抽到它 买它 不要追买它 在下个礼拜一过后 请问您的看法 我觉得如果买不到立基 真的要买联电 所以你喜欢联电 完全正确 他喜欢联电 这样你就听得懂了 好 讲完了 回到刚刚那个了 六档热门指标股 全部帮您追完了 是 接下来请国国大哥带大盘 你知道国国大哥今天解大盘 意义有多重大吗 今天是2021年12月2号 观众朋友 今天为什么是个神奇日子 你把它左边念到右边 再把它右边念到左边 嘿嘿 2021年12月2号 一模一样 千年才一次 我要借入这一张 台股今天又大涨 希望大家2022来年 一样平安健康顺心 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们的大盘好不好 所以大盘请来 请问台股的下一步 好 我们在讨论这张大盘之前 各位要记得两个数字 因为12月份 我一直跟大家讲 我记得上礼拜我跟大家讲说 反正大跌之后 你一定要买就对了 因为12月就是所谓的作战行情 那瑞涵 你再帮我讲这个数字 你还有印象吗 17237 我跟大家讲过说 当时是下党支撑 对 我跟你讲过说 只要跌破这个点 无论如何能够在那买方 因为政府一定会做多 结果最低来到17167 只有短短时间就上来了 记得我跟你讲这次 记得 好 接下来再讲 我们消掉 这张图卡之前 请各位记两个数字 一个数字是这个数字 一个数字是这个数字 你知道这两个数字 是什么意思吗 208297 我只知道公车 我可能知道了 这都没有给我暗示 这是什么 我先跟各位讲 开始紧张了 过去十年来 台股的涨幅 你有没有当过主持人 没有 你不知道礼拜四 我都特别紧张 过去二十年来 过去十年来 台股我们一直强调 十二月份几乎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涨 但是它的平均涨幅是在208点 所以也就是说 没有涨到208点都必点 去买都没关系 那个叫平均值 但是我们这个月到今天 已经涨了297点 超过了 他也告诉你说 接下来会有一些震荡的空间发生 就是这个意思 好 我们消掉之后 开始跟大家报告 就说 这地方到底是什么重点 你怎么老是拿你心中的数字来问我 谁会知道这个密码 我们这样子的 投资朋友才会很印象深刻 但是因为这个数字 说实在 不要说你不知道 我没有跟你讲 没有任何人知道 208297 平常你都猜得很准了 那已经了不起了 好 我们在这边要跟各位讲的是说 接下来的行情 我们先请大家 以一个区间的行情来看待 区间 好不好 我们先以区间行情来看待 那这个区间呢 就是因为12月的行情偏多 从11月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它不可能一直涨 它会震荡 那区间行情 它告诉你几个重点 第一个 如果我们从爱列特邦理论来算 这个地方的反弹 到这边压力就出来了 就开始出来了 那这个出来 它是在11月25号的17724 跟11月23号的17797 那这个地方就会见到压力 大盘就会有宣泄的动作 我们看一下今天江坡图好不好 好 大盘的分 今天江坡图 品牌现在在这儿 所以口口大哥 是 所以它涨到了所谓的压力区的时候 它有没有做拉回的动作 今天最高点是17741 我们写一下 刚刚口口大哥说 那个高档的窄窄的压力区是 17724到171797 所以17741 就在这个阮值之间 对 它就开始产生了震荡压力 然后呢 再来 好 接下来我们要回到那张 那我问你 所以如果大盘 只要靠近这个的阮值区间 17724到17797 然后呢 再靠近涨到这个区域 就会这样 就会这样 不会 它会有两种情况 会有两种情况 我们回到那张字卡 清掉清掉 接下来这行情会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在这边震荡 往上继续供 可是供到这 那压力就很大了 另外从这边讲 砰就下来了 是哦 是 为什么会崩下来 为什么 来 看我们下一张字卡 下一张字卡 各位这就是答案 因为台股 为什么这边这么强 因为我们有27天的零确诊 瑞涵你看 美国股市昨天 原来涨521点 后来跌460点 因为我们现在 是因为零疫情27天 请问你 啤酒压到水里面 你压得越大 弹得会不会越高 如果你在这边撑得越强 万一 明后天跟你说 台湾爆发疫情 你觉得那个宣洩压力大不大 也就是呢 画面上看到的 南韩五个 日本两个 香港七个 就现在大家的这个 Omicron的那个新的确诊案例 回到我自卡 做最后结论 这个地方有两种走势 一个债监震 让请大家减码降党操作 到这个地方 一定是要减码降党 一定很多 那万一说跌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你不要悲观 如果有那个消息下来的时候 一样这边全部都是最佳买点 一七二三七附近 对 因为这个所谓十二月行情 是在这种相形 区间震荡 直提醒大家 高档减码降党 保持灵活宽松 低档一定要拿出智慧勇气 大胆的全力做多 那我要个答案就好了 这个压力区 我知道刚刚背过了 那如果再往上的 这个黑色的压力区 是一七九八六吗 对 是比一七九八六低 因为这边是一八零三十 这边一七九八六 连接下来会比它低 大概一七九零零 九三零九四零这附近 OK OK 所以这边一定要减码降党 但是如果有个万一 真的杀到这边附近 是不用怕就对了 你可以 我跟各位讲 你可以这样子去买股票 你可以这样子买股票 你可以这样子买股票 随便你买好不好 好 好 感谢葛哥大哥 不要谢谢您 他的意思就是说 那个地方政府一定会护盘 所以只要你买的不要 是太扯得太乱的 就OK了 管你遮哪只眼 或蒙哪个耳朵呢 开始会整结论咯 六党各类指标股 当然他挑出了 长荣航空金星汉磊 长荣户柜 南亚科跟联电 各自做什么产品 期待性呢 这讲的是现在跟未来的 展望 筹码面 这三档标的哦 长荣航空金星跟汉磊 他提醒您有点压力 但其他的长荣 南亚科联电 就比较具有多方一些期待了 所以呢 操作部分就不再赘述了 大盘是我在乎的 他说台股现在 你看 长着长着长着 就来到了 本坡反弹压力区 把它背起来了 这个地方拉近哦 17797到17724 难怪今天大盘最高点 就是来到这个的区域 才会剧烈震荡 往下做修正 但是呢 耳后不外乎两种情境 震荡过后往上 谈到这大概17930 也会有点小压 在减码降打 减码降打 如果真的有个万一 不小心又再靠近跌破 17237 他说蒙着眼睛没关系 好股票就可以买了 不要自己吓自己了 总之呢 这个地方政府是会护盘的 以上结论 葛葛大哥正确吗 表达真好 完全正确 感谢您了 进广告回到现场之后 为什么刚刚是倾向乐观呢 某种程度我在思考 会不会葛葛大哥暗示着 明哲要说的 因为现在的外资 已经慢慢的翻多了 李洋看望了 铜箔基板三雄哦 台光电台药跟联帽 请问所持论点呢 那么明年 他们知道很旺吗 到底为什么 业绩又如何呢 有东西的电台药跟联帽点呢 我们就看到很旺 有东西的电台药和联帽点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